科幻電影裡演的不再是科幻 通通成真了 今天馬老師要來告訴我們 這一尊由OpenAI跟NVIDIA 合資打造的人型機器人 當它出現在BMW集團的工廠裡 而且成功測試兩腿戰力 展現激動的靈活性 這意味著什麼 它宣告了機器人時代全面到來 未來BMW的新車 將出自於人型機器人之手啊 湯姆庫魯斯演的關鍵報告 哇 實在太好看 各位看 這是三個先知 他透過三個先知 可以預防犯罪 他們庫魯斯的手在那邊 剛剛一弄之後 一個球掉出來 告訴你 徐俊相要偷馬西平的車 你怎麼可以預測 他可以預測 就是三個先知 先知會知道未來的事情 好 各位觀眾 我們當年看關鍵報告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2002年 2022年前 嗯哼 他說的是什麼時候 是 2054年 對 30年後的事情 對 結果2022年前的電影 在今天 預防犯罪要實現了 等等等等 你是把AI用在犯罪預防啊 對 阿根廷總統就是這個人 是 米雷一說 他說我幹到 他在上個月成立了安全部 是 AI安全部 我要預防犯罪 阿根廷耶 他又不是科技大國 好 各位 我問你 米雷一要怎麼樣預防犯罪 要怎麼犯罪呢 他有四個步驟 是 第一個 他讓AI去做大演算法 做大數據的分析 對 歷史犯罪數據 譬如說 你徐靖江習慣 昨天打一次馬西平 是 到第九天的時候 我就要發覺 你明天要打馬西平了 是 這第一件事情 好 第二個 他就是用網路社群平台去巡邏 他把所有網路社群去巡邏 是 巡邏什麼 他發覺到 徐靖江來打馬西平的前一天 一定會寫臉書 有些習慣 我憤怒 我憤怒 我要出氣 明天就要打馬西平 是 好 他把網路全部巡邏 對 第三個 分析監視器這個監測 所有你會到的地方 所有監視器 是 他把它分析 看你有沒有異常 對 你有沒有犯罪前 一定會去什麼地方 是 第四個 全面臉部偵測辨 哦 就臉部一偵測 你在什麼地方出現 你在馬西平家附近一出現 哦 你要去打馬西平啊 等等 今天你講的國際他不是美國耶 他不是以色列耶 這個是農產大國 這個是阿根廷耶 他怎麼可能跟AI 跑在這麼前面啊 我告訴你去年 這個米雷伊 跟馬莎競選總統的時候 是 全部都AI AI啊 紐約時報 居然用大標題 是 說史上首次AI大亂鬥 好 我跟你講你看 他們全部用AI換臉 這個 尤其是馬莎 馬莎把他自己弄成印第安拉 就死了 是 你看阿伊奧通通弄成這些 奇奇怪怪的 電影的人物 全部都換臉換成印 所以他們的人設 他們去搶選票 他們通通用AI 對 所以 阿根廷是去年 有史來第一個AI大戰的電影 那你說可不可能呢 當然極可能 最近有一個震驚大家的影片 就是梅西用英文說訪問看 足球明星 梅西 這個是阿根廷對厄瓜多 1比0 梅西踢進了一球 接受訪問 還用英文講 大家覺得 梅西說的 那聲音都是梅西 很溜的 對不起 梅西不會講英文 那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AI學他的 而且真的 AI學他的話語 用英文把它講出來 厲害了 同步梅西用西班牙文去回答 可是同步出來的是英文 最重要一點 梅西的腔調跟語氣 你根本聽不出來 這就是AI厲害的地方 更可怕的是 我剛開場跟大家引言預告的 哇 BMW的這個工廠的這個現場 太驚人了 我跟你講這個比這個關鍵報告更可怕 難道阿若的史瓦辛格的那個魔鬼終結者會出來嗎 各位觀眾 人型機器人取代人類的時代來臨了 上個月在上海的人工智慧大展 對 馬斯克特斯拉 宣布了他的 奧特馬斯第二代 就他上個月行為奧特馬斯第二代 是 馬上這個 BMW就宣布了 Fuger第二代 哇兩個貨別苗頭 好 這個 BMW的已經 注意看 放在汽車工廠裡面 裝修 老師跟我們解釋一下這個畫面好不好 他拿的好像是板金或零件 這個一片在那個地方這麼薄 他可以這麼輕巧的取到他 你知道他的手掌 現在有18種轉度 然後第一個 他不會疲憊可以24小時工作 第二個他不會受傷 沒有安全顧慮 第三個 他可以非常精緻的完成千百次重複動作 你看他輕輕的拿著他 等一下有個動作你仔細看 他沒有弄準 他會用手背撥一下讓他到位置 他那是板金 中間是 來了 好 這是他旁邊的這個板金 你看沒放好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各位觀眾聽聽 我覺得最可怕一件事情 他有自我學習進化的功能 是嗎 越來越聰明 因為他有AI電腦在裡面 是 他有自我學習進化功能 對 所以他會越來越聰明 對 我告訴你魔鬼終結的日子 搞不好就在未來了 好剛剛老師給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Figure 02的人型機器人 他可以這麼巧妙的去取到這個鋼板 拿板金BMW造車靠他了 這個很厲害了嗎 沒有 這個更可怕 居然可以幫你牙罐治療 這不是人型機器人 這是機器手臂 是 但這個機器手臂我跟你講 真是太不得了 各位醫生你一定要看我們這一集 你將來會失業了 機器手臂比你精細一千倍 好各位 這是波士頓機器手臂 居然替病患做牙罐手術 第一個 注意聽 他是先用AI去建立口腔3D模型 3D模型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平常不知道照X光嗎 你可能不知道 我咬過 那個很難照 不是那個居然我今天才曉得 對啊 我如果講這個去準備 X光真正準確率只有40% 他把我建出來那個就是 只有40% 那現在AI做3D模型超過90% 哇 準確度這麼高 第二個 他準確度高之外 他省時 你想他這次做牙罐手術 平常醫生做要多少時間嗎 多少時間 兩小時 他15分鐘就做完了 快又有效 對 第三個 最可怕 他居然還動用到雷射 你知道人類是不能隨便動雷射 那個一出事是不得了 他居然動雷射 我跟大家講 這一次做出來之後 機械手臂做這麼精細的 醫生未來越來越慘了 好 聽到這個地方 我們等一下告訴您的就是 這一波的股災 遇上了銀行寄出最大規模的現代 你還在等房價跌落嗎 不要走開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我們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